林友昌的那个脸书 我觉得很好笑 他脸书名字叫YouChange 现在应该ChangeYou比较快吧 应该要把林友昌Change掉 他秘书长的位置比较快吧 什么YouChangeChangeYou比较快一点点 林友昌在这一场霸梁选战上面 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 为什么会这么说 大家想想看谢国良被罢免 他依法应该要请辞嘛 如果谢国良被罢免的时候 林友昌还可以跳出来说 哎呀我真的Change基隆啦 所以有功完全都是林友昌自己来揽嘛 但是林友昌这个人 他在面对这一次整个罢免案没过的话 请问一下林友昌要请辞吗 你现在看得出来 看起来林友昌也不用辞掉秘书长啊 为什么他不用辞掉秘书长 他就躺平 然后就跟大家说 这一次的罢免案 是这些罢免团体推动不力 就把责任推给罢免团体就好了 所以什么时候这个责任 会赖到林友昌身上呢 这就明显显示出了一个状况 有功又昌来 有过罢良扛的这个一个状况嘛 现在观察林友昌 有没有办法再出来 去选新闻市长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又是说林友昌在秘书长的这个位置 他还能不能够坐得稳 如果今天林友昌他能够继续坐在秘书长的位置 那某种程度上面 他在新美市长的门票上面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如果林友昌他辞掉了秘书长 那看起来他的选新美市长的机会 可能就没有这么样子来打 延续前面的话题 就是说既然这个1500比特币小姐陈敏凤 都跟大家说这个赖清德也没有所谓的定锚嘛 因为他不主战 所以等于说民进党内看起来也是很为难 也不知道这一战到底要怎么样子来处理 那么相反的相对的啦 这个林友昌也会是进退两难嘛 他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很努力的介入 还是说呢就停在这边为止了呢 所以林友昌他想推 但是呢他又怕被扣上了一个说 介入罢粮的这样的一个大帽子嘛 而且公民团体也都跳出来 跟大家说 其实民进党并没有介入到这一次的罢免案子 这个是罢免团体一直讲的 所以林友昌就很尴尬啊 那我怎么办 我不能够明目张胆的介入 所以林友昌选择当什么 选择当幕后藏禁人啊 也因此呢 身为幕后藏禁人的林友昌 他当然跟罢免案也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啊 大家真的不要忘记 也不用觉得什么 林友昌好像跟这一次的战局完全无关 不他是有关系的不得了 谢谢炮墙的斗内 他说同一票6万9千多票 就是跟2024民进党立委得票数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催票成功 那么莱茵是没有开心的本钱的 对所以我也说 那个螺丝不能松啊 继续的要把这个市政做得更精进一点 谢谢炮墙的看法 我们也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么林友昌呢 在这个脸书 昨天他在脸书上面还发出了签字文 给大家了一个摩斯密码 101010 谁会知道101010是什么 后来才发现 原来101010 是他去选那个基隆市长的票数 101010票 所以他某种程度上面 他就说呢 希望大家再为基隆勇敢一次 那么林友昌想要操作的 也就是操作成是林友昌 跟谢国良在基隆罢免案上面 一种不信任案的投票 也就是基隆市民比较信任谁 到底是信任我林友昌 还是信任我谢国良 所以他叫大家为基隆再勇敢一次嘛 然后林友昌的那个脸书 我觉得很好笑 他脸书名字叫YouChange 现在应该ChangeYou比较快吧 应该要把林友昌Change掉 他秘书长的位置比较快吧 什么YouChangeChangeYou 比较快一点点 好那林友昌这个人 说真的 这个是他担任民进党秘书长的 第一个选战 那第一个选战呢 就是以失败收场 但林友昌这个人也非常的狡猾 因为我只能说 在这场选战里面 他完全是玩了一场 稳赚不赔的生意 林友昌在这一场霸梁选战上面 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大家想想看 谢国良被罢免 他依法应该要请辞嘛 那如果谢国良被罢免的时候 林友昌还可以跳出来说 哎呀我真的Change基隆啦 所以有功完全都是林友昌自己来揽嘛 也就是呢 他成功的把这个谢国良换下来 他成功的守护基隆 这个林友昌他如果真的罢免案通过的话 他多么样夸张的言辞 大概都会这样子直接讲出来 但是林友昌这个人 如果他在面对这一次整个罢免案没过的话 请问一下林友昌要请辞吗 你现在看得出来看起来林友昌也不用辞掉秘书长啊 为什么他不用辞掉秘书长 他就躺平 然后就跟大家说 这一次的罢免案是这些罢免团体推动不力 就把责任推给罢免团体就好了啊 所以什么时候这个责任会赖到林友昌身上呢 这就明显显示出了一个状况 有功又昌懒 有过罢免扛的这个一个状况嘛 就是怎么样都不会有我林友昌的事 但是一旦有我林友昌的事呢 就是我有功的时候 我一定会站出来跟大家讲 但是有过呢 我现在就把这个事情推给罢良啊 哎呀你们这个处理不好啦 你们怎么都没有努力把这些票吹出来 都没有把这个罢免案让他通过 所以一切的林友昌做了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 他可谓是民进党里面的政治会计师 是民进党里面的政治精算师啊 因为什么事都没有他的事情啊 但是这一场罢免案 背后所造成的社会对立 最后是谁要来处理 也就是谢国人还要花时间 慢慢的去抚平在基隆这里面 如此对立的仇恨情绪耶 所以这些贪子啊 大陆商场也要谢国良帮忙擦屁股 这些仇恨情绪 林友昌挑起来之后拍拍屁股走人 最后也是谢国良帮忙收尾嘛 所以林友昌如此的自私 我才认所谓的政治精算师 就是林友昌本人啊 那也谢谢月香的斗内 赖青的不容易放弃了 谢谢月香 那么再来林友昌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全身而退啊 大家更想要知道林友昌在2026 新北市长选战上面 到底还有没有林友昌的位置呢 还有没有他的位置 他还能够再出来去选新北市长吗 那我只能跟大家说 现在看起来苏小慧应该是笑得很开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就在这个罢免结果出来之后 苏小慧的媒体框 马上发了一个行程通知 在晚上6点57分发的 这里面呢就说 哇明天呢 苏小慧即将跟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 率团来考察新北市的防洪排水 哎就这么刚好 就这么快 内政委员会就要去新北考察 然后苏小慧也马上把这个行程 发出来给媒体朋友 欢迎各位媒体朋友一起来联访啊 他里面有安排联访行程 哎大家其实想一下 因为有一些这种委员会的考察行程 某种程度上面其实很少开放给媒体根 那会开放给媒体根也是一些特例 但是这一次 这个苏小慧这么快的 就把明天内政委员会考察的行程 搬出来给各位媒体参考 希望大家一起来媒体联访 哇显然明天考察苏小慧也会笑 今夜做梦 巧慧也会笑啊 就是巧慧开心的了 因为看起来林又昌 在这一次的罢免案上面 他没有成功啊 那所以这张选票 真的还能够给林又昌 一个参选的机会吗 好谢谢志美奖的斗内 基隆议员请发起组调查小组 检视林又昌 比照柯文哲 地检署征讯70个小时 加看搜索 积压120天的套餐 所以不用再对林又昌仁慈了 林又昌可曾对谢国良仁慈呢 好然后再来 我们就继续来看待 大家甚至很想问 这一次最主要的一个投票的结果 已经告诉大家 林又昌被基隆市民投下了不同意票 那既然你曾经执政过的基隆市 这些市民都对你投下不同意票了 请问一下林又昌 他还能怎么样子继续的 再往新北市长的这个位置来迈进呢 简单来说 你连曾经自己主政过的基隆市 这些基隆市民对你都不信任了 你怎么能够再更上一层楼 去选一个全台人数最多的新北市 新北市的人口数 是比基隆多十倍 更何况林又昌还是一个空降人选 在一个你都没有办法顾好 你基隆市民信任的情况之下 你还要去顾新北市吗 真的这一张门票会到林又昌的手上去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观察林又昌 有没有办法再出来去选新北市长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又是说林又昌在秘书长的这个位置 他还能不能够坐得稳 如果今天林又昌他能够继续坐在 秘书长的位置 那某种程度上面 他在新北市长的门票上面 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如果林又昌他辞掉了秘书长 那看起来他的选新北市长的机会 可能就没有这么样子来打 所以秘书长这个位置 变成林又昌新北市长门票的保卫站 他到底该不该为这一次的选战负责 那这个部分大家就是高度关注 但谁说得准呢 民进党最喜欢用的就败选者联盟嘛 是像林佳龙之前因为这个台铁的事故 然后请辞下台 请辞交通部长 最后去选新北市长啊 新北市长没选上继续当外交部长啊 民进党最喜欢用这种败选者联盟 所以这一次林又昌在推动了一个败选的 这样的一个选战 会不会他也加入败选者联盟 继续去取得新北市长的这张门票呢 我觉得大家就是仔细看就好了 但无论如何 仇恨罢免 这张牌被金融市民否决之后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 这些罢狼团体去操作仇恨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仇恨就是他们罢狼团体本身 而另一方面 也是继续的加深了民众对于 民进党的仇恨值而已 最后大家KS高防晒年路 一定要买起来 大家拜拜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路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缘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路 går来 river buena selves 咱 pół 快点 咱 寻闹